第十六章 中秋 程长顺很早地吃了午饭 准备做半天的好生意 可是转了几条胡同 把嗓子喊干 并没做上一号买卖 撅着嘴 抹着头上的汗 他走回家来 见了外婆 泪在眼眶里 鼻音加倍的重 他唠叨 这是怎么了 大结下的 怎么不开张呢 去年今天 我不是拿回五块零八毛来吗 歇会儿吧好小子 马寡妇安慰着他 去年是去年 今年是今年呢 剔头的孙妻 吃了两杯闷酒 白眼珠上 横着好几条血丝 在院中搭了话 马老太太 咱们是得另打主意呀 这样 简直混不下去 你看 现在铺子里都才人 我的生意越来越少 有朝一日啊 哼 我得打着换头 沿街都生意去 我一辈子爱脸面 难道耍了这么多年的手艺 真叫我下街去 和刚出师的乡下孩子们争生意吗 我看明白了 要打算好好的活着 非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不可 小声点呀 孙师父 叫他们听见了还了得 马寡妇开着点门缝 低声地说 孙妻哈哈地笑起来 马寡妇赶紧把门关好 像耳语似的对长顺说 不要听孙妻的 咱们还是老老实实地过日子 别惹事 反正天下总有太平了的时候 日本人厉害呀 架不住咱能忍呢 老太太深信她的哲理 是天下最好的 因为忍字 教她守住真结 度过患难 得到像一个钢针那么无趣 而永远发着点光的生命 这时候 已经是下午四点钟 小崔交了车 满脸怒气地走回来 孙妻的近视眼 没有看清小崔脸上的神色 怎样 今天还不错 今天还不错吧 不错 小崔没好气地说 感情不错 听说过没有 大八月十五的 车厂子硬不放份 照旧交车钱 没听说过 这是他妈的日本办法 就是啊 车主硬说 近来三天一关城 五天一进街 收不尽钱来 所以今天不能再放份 你乖乖地交了车份 我又不是车主的儿子 不能那么听话 一声没哼 我把车拉出去了 反正我心里有数 拉到过五 才拉了两个座 还不够车份钱呢 好吧 我弄了一斤大饼 两个籽的葱酱 四两酱肘子 先吃他妈的一顿再说 吃完 我又在茶馆里泡了好大半天 泡够了 我把两个车胎全扎破 把车子送了回去 进了车场吧 我神气十足的喊了声 两边都放炮了 明儿个见 说完 我就扭出来了 真有你的小崔 你行 屋里 小崔的太太出了声 孙七爷 你白活这么大的岁数呀 他大结下的 一个铜板拿不回来 你还夸奖他呢 人心都是肉做的 你的是什么做的呀 我问问你 说着 他走了出来 假若给他两件好衣裳 和一点好饮食 他必定是个相当好看的小妇人 衣服的破旧 与饥寒的侵蚀 使他失去了青春 虽然他才二十三岁 他的眉眼 行动 与脾气 却都已像四五十岁的人了 他的小长脸上似乎已没有了眉眼 而只有 只有替委屈与忧愁 工作活动的一些机关 他的四肢与胸背 以失去青年富人所应有的诱惑力 而只是一些洗衣服 走路 与其他的劳动的 带着 带着不多肉的木板与木棍 今天 他特别的难看 头没有梳 脸没有洗 虽然已是秋天 他的身上却只穿着一身 像从垃圾堆中掘出来的破单裤卦 他的右肘和右脚的一块肉都露在外面 他好像已经忘了他是个女人 是的 他已经忘了一切 而只记着午饭还没有吃 现在已是下午四点多钟 孙企业 虽然好强话吵嘴 一声没出地躲开 他同情他 所以不能和他吵嘴 虽然他的话不大好听 同时 他也不便马上替他说公道话 而和小崔吵闹起来 今天是八月节 不应当吵闹 小崔很爱他的太太 只是在喝多了酒的时候 才管辖不住他的拳头 而砸在他的身上 今天他没有吃酒 也就没有伸出拳头去的满劲 看着他 看着他蓬头够面的样子 他愣了好大半天 说不出话来 虽然如此 他可是不肯向他道歉 他要维持住男人的威风 马老太太轻轻地走出屋门来 试着不往前走 走到小崔的身旁 他轻轻地拉了他一把 然后他向小崔太太说 别着急了 大劫下的 我这儿还有两盘窝过馅的饺子呢 好歹的你先垫一垫 小崔太太吸了吸鼻子 带着哭音说 不是呀 马老太太 挨一顿鸡 两顿饿 并不算什么 一年到头老是这样 没个盼望 没个办法 算怎么一回事呢 我嫁给他三年了 老太太你看看我 还像个人不像 说完 他一扭头 急快地走进屋中去 小崔叹了口气 拨过脸上的肌肉 横七竖八地乱扭动 马老太太又拉了他一把 来 把饺子给他拿过去 给他两句好话 不准又吵闹 听见了没有 小崔没有动 他不肯去拿马老太太的饺子 他晓得他一辈子省吃俭用 像抱了窝的老母鸡似的 十到一颗米粒都留给长顺吃 他没脸去夺他的痴食 嗖了一声 他说 老太太 留着给长顺吃吧 长顺囊 囊着鼻子 在屋里搭了茬 我不吃 我想哭一场 大节下的 跑了七八里 会一个铜板没挣 马老太太提高了点嗓音 你少说话 长顺 老太太 小崔接着说 我想明白了 我得走 我养不了他 他向自己屋中指了指 照这么下去 我连自己也要养不活了 我当兵去 要死 也死个痛快 我去当兵 他呢 只管改嫁别人 这倒干脆 省得都饿死在这里 孙七又凑了过来 我不明白 军队里还要我不要 要是能行的话 我跟你一块走 这像什么话 好好的北平城 叫小鬼子霸占着 听到他们两个的话 马老太太后悔了 假若今天不是中秋节 她绝不会出来多事 这并不是她的心眼不慈善 而是严守着她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寡妇教条 别这么说呀 他低声而恳切地说 咱们北平人 不应当说这样的话呀 凡事都得忍 忍住了气 老天爷才会保佑咱们 不是吗 她还有许多话要说 可是唯恐叫日本人听了去 所以搭讪着走进屋中 心里很不高兴 过了一会儿 她叫长顺把饺子送过去 长顺刚拿起盘子来 隔壁的李四马 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炖猪头肉 进了街门 她进屋就喊 声音比碗里的肉更热一点 小崔 好小子 我给你送点肉来 什么都买不到 那个老东西不知有哪 弄了个猪头 话虽是对小崔说的 他可是并没看见他 他的话是不能存在心中的 假若遇不到对象 他会像上了闲的留声机似的 不管有人听没有 独自说出来 四大妈 又叫你费心 小崔答了话 呦 你在这儿呢 快接过去 小崔笑着把碗接过去 对四大妈 他是用不着客气推仗的 好小子 把碗还给我 我不进屋里去了 呦 他又看见了孙七 七爷 你吃了没有 来吧 跟你四大爷喝一钟去 什么闹日本鬼子不闹的 反正咱们得过咱们的节 这时候 前家的老少两位夫人 放声地哭起来 孙七爷听到了一耳朵 赶紧说 四大妈 听 四大妈的眼神差点 可是耳朵并不沉 怎么了 哦 小崔 你把法送过来吧 我赶紧到前家看看去 孙七 孙七跟着他 我也去 马老太太见小崔已得到一碗肉 把饺子收回来一半 而叫长顺只送过一盘子去 快去快来 别再出门了 前家不定又出了什么事 其家 其家过了个顶暗淡的秋节 其老人和天佑太太都病倒 没有起床 天佑吃了点老人生日剩下的菜 便到铺子去 因为铺火们今天都歇功 他不能不去照应着点 他一向是在三节看着铺子 而叫别人去休息 因此他给大家的工钱 尽管比别家的小 可是大家还都乐意帮助他 他用人情补足了他们物质上的损失 他走后 瑞轩和韵梅轻轻地拌了几句嘴 韵梅吃过了很不高兴的午饭 就忙着准备晚间供月的东西 他并不一定十分迷信月两夜 不过是想万一他有一点点灵验呢 在这慌乱的年月 他就不应当不应酬地周到一些 再说呢 年年拜月 今年也似乎不可缺少 特别是在婆婆正卧病在床的时候 他需叫婆婆承认他的能力与周到 好叫婆婆放心养病 不必再操一点心 瑞轩满腔的忧郁 看他还弄那些近乎儿戏的东西 怒气便找到了个出口 这 你还弄那些个玩意儿 假若他和缓地说明了他的用意 瑞轩自然会因了解而改了口气 可是他的心中也并不高兴 所以只觉得丈夫有意向他发气 而忽略了说明真相的责任 哟 他的声音不大 可是很清脆 你看我一天到晚老闹着玩 不做一点正经事是不是 说话的时候 他的眼神比言语还加倍的厉害 瑞轩不愿意继续地吵 因为他晓得 越吵 声音就必定越大 叫病着的老人们听见 不大好意思 他忍住了气 可是脸上阴沉地要落下水来 他躲到院中 呆呆地看着树上的红石榴 在三点钟左右的时候 他看见瑞丰夫妇都穿着新衣服往外走 瑞丰手里提着个小铺包 里面装的大概是月饼 他没问他们上哪里去 他根本看不起送礼探亲家一类的事 瑞丰夫妇是到冠家去 冠先生与冠太太 对客人的欢迎是极度热烈的 小和拉住瑞丰的手 有三分多钟 还不肯放开 他的呼吸气里 都含着亲热与温暖 大尺包 摇动着心烫的魔鬼式的头发 把瑞丰太太搂在怀中 骑士夫妇来的时机最好 自从钱莫银先生被捕 全胡同的人 都用白眼珠朴灌架的人 虽然在口中 大尺包一劲的说不在乎 可是心中究竟不大够味 大家的批评并不能左右 他的行动 也不至于阻碍他的事情 因为他们都是些没有势力的人 不过像小崔 孙七 刘鹏将 李四野 那些下等人也敢用白眼瞟他 他的确有些吃不消 今天看瑞丰夫妇来到 他觉得胡同中的舆论一定是改变了 因为齐家是这里最老的住户 也就是言论界的代表人 瑞丰夫拿来的一点礼物很轻微 可是大尺包极郑重地把他接过去 他是一点象征 象征着全胡同还是要敬重他 像敬重西太后一样 无论个性怎样强的人 当他做错事的时候 心中也至少有点不得劲 而希望别人说他并没做错 瑞丰来访 是给小河与大尺包来做证人 即使他们的行为不正 也还有人来巴结 瑞丰夫妇在冠家觉得特别舒服 像九汉中的花木忽然得到好语 他们听得看得和感觉到的 都恰好是他们愿意听得 看得与感觉到的 大尺包亲手给他们煮了来自英国府的咖啡 切开由东城一家大饭店新发明的月饼 吸着咖啡 瑞丰慢慢地有了些醉意 冠先生的最无聊的话 也不是怎么正好碰到他的心眼上 像小手的胖手指 碰到痒痒肉上那么又痒痒又好受 冠先生的姿态与气度 使他钦佩羡慕 而愿意多来几次 以便多多地学习 他的小肝脸上红起来 眼睛在不偷着 瞟游同方与昭地姑娘的时候 便那么避一避 像一股热酒走到腹部时候那样的微晕 瑞丰太太的一向懒洋洋的胖身子与胖脸 居然挺脱起来 她忽然有了脖子 身量高出来一寸 说着笑着 连她的乳名毛桃也告诉了大翅包 打几圈吧 大翅包提议 瑞丰没带多少钱 但是绝对不能推辞 第一 她以为今天是中秋节 理应打牌 第二 在冠家而拒绝打牌 等于有意破坏秩序 第三 自己的腰包虽然不很充实 可是她相信自己的技巧不坏 不至于垮胎 瑞丰太太马上答应了 我们俩一尖吧 我先打 说着 她摸了摸手上的金戒指 暗示给丈夫 有金戒指呢 硬输掉了它 不能丢人 瑞丰暗中佩服太太的见识与果敢 可是叫她先打 未免有点不痛快 她晓得她的技巧不怎么高明 而且脾气又绑 越输越不肯下来 假若她立在她后边 给她指点指点呢 她一定把输钱的罪过都归到她身上 不但劳而无功 而且罪在不赦 她的小肝脸上有点发僵 这时候 大尺包问小和 你打呀 让客人 小和庄重儿又合约地说 瑞丰你也下场好了 不 我和她一家吧 瑞丰自以为精明老练 不肯因寄养而失去控制力 那么太太 同方 或高地昭地 你们四位太太小姐们玩会好了 我们男的伺候着茶水 小和对妇女的尊重 几乎像个英国绅士似的 瑞丰不能不钦佩冠先生了 于是率性决定 不利在太太背后看歪脖子胡 大尺包一声令下 男女仆人飞快地跑进来 一眨眼把牌桌摆好 颇想机械化部队的动作 那么迅速准确 同方把全力让给了昭地 表示迁退 事实上 她是怕和大尺包音一张牌 也许就吵闹起来 妇人们入了座 小和陪着瑞丰闲谈 对牌桌连踩也不踩 打牌吃酒 她告诉客人 都不便相强 强迫谁打牌 正和揪着人家耳朵灌酒一样的不合理 我永远不抢酒喝 不争着打牌 也不勉强别人陪我 在交际场中 我觉得我这个态度最妥当 瑞丰连连地点头 她自己最爱犯争着打牌和闹酒的毛病 她觉得冠先生应当做她的老师 同时 她偷眼看大尺包 她活像一只瓷尸 她的右眼照管着自己的牌 左眼扫射着牌手们的神器与打出的牌张 然后 她的两眼一起看一看桌面 很快地又一起看到远处坐着的客人 而递过去一点微笑 她的微笑里含着威严与狡猾 像瓷尸对一只小兔那么威而不利地斗着玩 她的抓牌与打牌几乎不是胳膊与手指的运动 而像牌由她手中蹦出 或是被她有瓷性的肉吸了来似的 她的肘 腕 甚至于乳房 好像都会抓牌与出张 出张的时间 她的牌撂得很响 给别人的神经上一点威胁 可是那张牌到哪里去了 没人能知道 又给大家一点惶惑 假若有人不知进退地问一声 打的什么 她的回答又是那么一点含着威严 与狡猾的微笑 使发问的人没法不红了脸 她自己胡了牌 随着牌张的倒下 她爆出胡树来 紧跟着就洗牌 没人敢质问她 或怀疑她 她的全身都发着电波 给大家的神经都通了电 她说什么就必定是什么 可是别人胡了牌 少算了番数 她也必定具实地指出错误 跟我打牌 吃不了亏 输赢有什么关系 牌品要紧 这 又使大家没法不承认 即使把钱输给她 也输得痛快 瑞丰再看她的太太 她已经变成在狮子旁边的一只肥美 而可怜的羊羔 她的眼忙着看手中的牌 又忙着追寻大尺包打出就不见了的张子 还要抽空看看管家的人们是否在暗笑她 她的左手在桌上 紧紧地按着两张牌 想唯恐她们会偷偷地跑出去 右手 忙着抓牌 又忙着调整牌 以至往往不到时候就伸出手去 碰到别人的手 急往回缩 袖子又撩倒了自己的那堵小竹墙 她的脸上的肌肉缩紧 上门牙咬着下嘴唇 卫氏是精力极重 免生错误 可是那三家的牌 打得太熟太快 不知怎的她就落了空 哟 她不晓得什么时候 谁打出的二所 她恰好胡二所吊蛋 缺一门 二将 孤妖 三番 她只忧了一声 不便再说什么 多说更谢自己的气 三家的二所马上都封锁住了 她只好换了张 她打出了二所 大赤包 大赤包 胡砍二所 大赤包也没说什么 而心中发生的电码 告诉明白了瑞丰太太 我早就等着你的二所呢 瑞丰还勉强着和小河乱扯 可是心中 急不放心太太手上的金戒指 排打到西风圈 大赤包连坐三把庄 她发了话 瑞丰 你来替我吧 我兴得都不像话了 再打 准保我还得连庄 你来 别叫太太 想我们年三个圈 弄她一个人 你来呀 瑞丰真想上阵 可是小河吸住了她 她刚刚跟小河 学到一点怎样落落大方 怎好就马上放弃了呢 学着小河的妹笑样子 她说 你连三把庄 怎知道她不连九把庄呢 说着 她看了看太太 她从鼻子上抹去一个小汗珠 向她笑了 她非常满意自己的辞令 而且心中感谢冠先生的熏陶 她觉得从前和三姑姑六一亿的 抢两粒花生米 说两句俏皮话 或夸赞自己怎样扣住一张牌 都近乎无聊 甚至于是下见 冠先生的态度与行动 才真是足以登大雅之堂的 你不来呀 大吃包的十个小垫瓣 又洗好了牌 那天在曹宅 我连做了十四把庄 你爱信不信 她知道她的威吓 是会使瑞丰太太更要手足失措的 她的牌起得非常的整齐 莲庄是绝对可靠的了 可是正在计划着怎么多天一番的时间 西院的两位妇人哭嚎起来 哭声像小钢针似的 刺入她的耳中 她想若无其事地继续赌博 但是那些小钢针好像是穿假的 一直钻到她的脑中 而后爆炸开 她努力控制自己的肌肉与神经 不许他们泄露她的内心 怎样遭受着轰炸 可是她控制不住她的汗 她的嘎吱窝忽然地湿了一点 而最讨厌的是脑门与鼻尖上 全都潮润起来 她的眼由东扫西射 盖为紧紧地盯着她的牌 只有这样 她才能把心拴住 可是她也知道 这样必定是去谈笑自如的劲 而使人看出她的心病 她不后悔自己做过的事 而只恨自己为什么这样脆弱 连两声啼哭都受不住 提声由嚎啕改为四段四序的悲体 牌的响声 也一起由清脆的啪啪 改为在桌布上的清滑 牌的出入迟缓了好多 高地和昭地的手都开始微颤 大尺包打错了一张牌 竟被瑞丰太太糊了把满贯 小和的脸由微笑而扩展到 满脸都是僵化了的笑闻 见瑞丰太太糊了满贯 她想拍手喝彩 可是手还没拍到一处 她发现了手心上出满了冷汗 手没有拍成 她把手心上的汗偷偷地抹在裤子上 这点动作使她几乎要发怒 她起码也有三十年没干过这么没出息的事了 把汗擦在裤子上 这点失忆的耻辱的分量 几乎要超过卖人害命的罪过的 因为她一生的最大的努力 与最高的成就 就是在手脚的动作美妙而得体上 她永远没用过她的心 像用她的手势与眼神那么仔细过 她的心像一罐罐头牛奶 即使打开 也只是由一个小孔 慢慢地流出一小条牛奶来 在这小罐里 永远没有像风暴或泉涌的情感 她宁可费两个钟头去修脚 而不肯闭上眼看一会儿她的心 可是 西月的哭声 却是使她汗擦在裤子上的原因 她害了怕 她一定是动了心 动了心 就不容易控制手脚 而失去手足的美好姿态 便等于失去了她的整个的人 她赶紧做好 把嘴唇偷偷地舔和润了 想对瑞丰解释 那个 她找不到与无聊扯淡相等的话 而只有那种话 才能打开僵局 她有点发酒 她不晓得什么叫良心的谴责 而只感到心中有点憋闷 爸爸 高地叫了一声 啊 小河轻妙地问了声 她觉得高地这一声呼叫 极有价值 否则她又非江在那儿不可 替我打两把呀 好的好的 她没等女儿说出理由来 便答应了 而且把德说得很重 像刚刚学了两句国语的江南人那样 要字字清楚 而把重音放错了地方 因为有了这样的德 她爽性学江南口音补上 五来哉 五来哉 而后 脚轻轻地跳了个小剑步 奔了牌桌去 这样 她就觉得就是西院的全家都死了 也可以与她丝毫无关了 她刚坐下 西院的哭声 像歇息了一会儿的大雨似的 比以前更加猛烈了 大翅包把一张腰柄猛地拍在桌上 眼看着西边 带着怒气说 太不像话了 这两个臭娘们 大姐吓得好什么丧的 没关系 小和用两个手指夹着一张牌 眼瞟着太太说 他们哭他们的 我们玩我们的 还差多少呀 瑞丰搭讪着走过来 先歇一会儿怎样 她太太的眼射出两道死光来 我的牌刚刚好转一点 你要回家 走好了 没人拦着你 当然打下去 起码十六圈 这是规矩 冠先生点上支香烟 很翘式地由鼻中冒出 两条小龙来 瑞丰赶紧走回原位 觉得太太有点不懂事 可是不便再说什么 她晓得夫妻间的和睦 是仗着丈夫能含着笑 承认太太的不懂事 而维持着的 我要是有势力的话 碰 大尺包碰了一对九万 接着说 我就把这样的娘们一个个都宰了才解气 跟他们做邻居 真算倒了没 连几圈小麻将 他们都不许你消消停停地玩 屋门开着呢 大尺包了一对腰柄形的眼睛 看见同方和高地往外走 嗨 你俩上哪儿 他问 同方的脚步表示出快快溜出去的意思 可是高地并不怕他的妈妈 而想故意地挑战 我们到西院看看去 胡说 大尺包半立起来 命令小和 快拦住他们 小和 小和顾不得向瑞丰太太道歉 手里握着一张红钟就跑了出去 到院中 他一把没有抓住同方 因为红钟在手里 他使不上力 他们俩跑了出去 还没法打下去了 冠先生与冠太太都想纳住气 不在客人面前发作 在他俩的心中 这点修养与控制 是必须表现给客人们看的 以便维持自己的身份 能够敷衍面子 他们以为 就是修养 但是今天的事 似乎特别别样 不知怎的 西院的哭声 仿佛抓住了大尺包的心 使他没法不暴躁 那一丝丝的悲音 像蜘蛛用丝缠裹 一个小虫似的 缠住他的心灵 他想用玩耍 用瞎扯 去解脱自己 但是毫无功效 哭声向他要求缴械投降 不能 不能 不能投降 他须把怒火发出来 以便把裹住他的心灵的蛛丝烧断 他想去到院中 跳着脚辱骂西院的父女们一大顿 可是不知道 到底为了什么 他鼓不起勇气 西院的哭声像小鸡筒似的 浇灭了他的勇敢 他的怒气拐了弯 找到了小河 你就那么饭桶 连他们俩都拦不住 这算怎么回事呢 他们俩上西院干什么去 你也去看看呢 普天下 找不到另一个像你这样怂头日脑的人 你娶小老婆 你伤女儿 可是你管不住他们 这像什么话呢 小河手中颠着那张红钟 微笑着说 小老婆是我娶的 不错 女儿可是咱们俩养的 我不能负全责 别跟我胡扯 你不敢去呀 我去 我去把他们俩扯回来 大翅包没有交代一声 牌是暂停 还是散局 立起来就往院中走 瑞丰太太的胖脸由红而紫 像个熟过了劲的大海茄 这把牌 她又起得不错 可是大翅包离开牌桌 而且并没交代一声 她感到冤屈与耻辱 西院的哭声 她好像完全没有听到 她是一个心眼的人 瑞丰忙过去安慰她 钱家大概死了人 不是老头子叫日本人给枪毙了 就是大少爷病重 咱们嫁去吧 在咱们院子里 不至于听得这么清楚 走啊 瑞丰太太一把拾起自己的小皮包 一把将那手很不错的牌推倒 怒冲冲地往外走 别走啊 小河闪开了路 而口中挽留她 她一声没出 瑞丰搭讪着也往外走 口中啊啊这些个没有任何意思的字 再来玩 小河不知送他们出去好 还是只送到院中好 她有点怕出大门 大尺包要往西院去的勇气 到院中便消去了一大半 看瑞丰夫妇由屋里出来 她想一手拉住一个 都把他们拉回屋中 可是她又没做到 她只能说出 不要走 这太对不起了 改天来玩呀 她自己也觉出 她的声音里并没带出一点水分 而像枯朽了的树枝 北风刮动得不得已 而发出些干涩的响声来 瑞丰又啊啊了几声 像个惊慌失措的小家兔似的 蹦得蹦得的 紧紧地跟随在太太的后面 齐家夫妇刚走出去 大尺包对准了小河放去一个鱼雷 你怎么了 怎么连客也不知道送送呢 你怕出大门是不是 西院的娘们是母老虎 能一口吞了你 小河决定不反攻 她的心里像打牌到天亮的时候 那么一阵阵地发迷糊 她的脸上还笑着 唯一的原因 是没有可以代替笑的东西 愣了半天 她低声地对自己说 这也许就是个小报应呢 什么 大尺包听见了 马上把双手插在腰间 像一座怒的客巷似的 放你娘的驴屁 什么屁不好放 单放驴屁 小河觉得质问得非常的得体 心中轻松了些 感谢观看